国家级产业转移,这几个字眼总能牵动着无数人心弦,激起层层连一般思考,它不仅仅是地图上工厂搬迁,更是国家经济战略重大调整,迁移发而动全身,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再次涌动,这次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连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包含其中,这不禁让人疑惑,这真是为战争做准备吗? 让我们拨开云雾,映入眼帘是中国经济版图现状,东部沿海地区像一颗颗璀璨明珠吸引着全国目光,东部地区仅占全国20%土地面积,却贡献全国GDP六成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式广袤中西部地区,虽然拥有丰富资源和广阔发展空间,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这种不平衡局面,如同悄悄板两端,一头高高翘起, 一头深深下沉,国家推动产业转移,正是为平衡这块悄悄板,让经济发展阳光普照到每一寸土地,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战略,政策制定者们,如同精明骑手,力求复杂棋局中找到最优解。 日前,国家层面发布了文件旨在指引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地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内陆地区转移,并加大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带、资源枯节型地区等的政策支持力度,以推动各地区间就业的均衡化发展。 这些政策,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题框架下,旨在通过增强区域协调发展的就业承载能力,在国内培育更多的就业急剧区和增长点。 实际上,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转移,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就业问题,而是蕴含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考虑。 自去年底以来,多个重要会议和关键文件都强调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强化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以及构建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储备的重要性。 这预示着,在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之后,中西部地区正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黄金期。 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并非首次出现。 最早的一次,可追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一举措主要是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 当时,大量来自东部沿海、东北地区的工厂、设备、高校和技术人员迁往中西部,为其后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机械工业、成都电子工业、西安国防工业的壮大,多数得益于此。 盘之花、石燕、六盘水、金昌等新工业城市的诞生也是脱胎于此。 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东北、正式资金、技术和人才转移支付的最大贡献者,老大哥直说并不夸张。 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东部迁往中西部一直持续至今。 产业西移、路权复兴是改变中西部城市格局的重要因素,一众强省会的脱颖而出,与此无不关系。 早在2010年,国家层面印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产业转移要坚持市场导向、因地质疑、节能环保、深化改革的原则, 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 受制于土地、人力等资源成本的余数,一些附加值较高且对交通成本相对不敏感的产业, 开始广泛向中西部地区布局、成都、重庆、郑州、西安、贵阳等地成了最大受益者。 成余地区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河南的手机制造、贵阳的大数据产业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正是借助产业西移、加上西部大开发、天量转移支付、大投资、大基建等政策带来的助力, 中西部地区一众省市后来居上。 西南经济赶超东北、成都、重庆越居、TOP10城市、郑州、西安等地近级万亿城市无不受益于此。 新一轮中西部产业大转移有何不同之处? 这一轮产业大转移,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 让国内大循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成了重点。 如果说过去二十多年的产业西移,更是还是市场因素驱动与中部崛起、 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密切配合,背后步伐区域协调发展的考虑。 那么新一轮产业转移,则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布局, 对应的是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持续不断的大国博弈 和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超预期事件。 因此,在全国层面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就成了重中之重。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这里的重大生产力, 指的是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中起支柱作用, 在强烈不炼研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生产力。 而关键产业备份,指向的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 供应链,要求是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 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这意味着,新一轮中西部产业转移, 不再局限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而向高科技产业乃至大国重器等层面扩展。 换言之,中西部内陆地区不再是简单的产业承接地, 而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一定引领作用。 所以,这几年,国家在布局北京、上海、 大湾区三大科创双中心之外, 将成都、重庆、西安、武汉等地升格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引领周边地区发展。 同样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先后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国家层面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 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 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 那么,中西部哪些地区能够担起国家战略腹地的重任? 腹地,相当于中心城市和前沿地区而言, 有经济腹地、人口腹地、产业腹地和国防腹地之说。 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沿海沿边地区都可视为腹地, 广大中西部地区都在齐列, 但不是所有腹地都能称得上战略腹地。 要想担起战略腹地的重任, 必须在经济、产业、区位、能源、 人口等方面有着关键的一席之地, 要么资源丰富,要么人口众多, 要么产业基础一流, 能作为重大生产力的承载地。 在这方面,经济实力较强, 工业体系相对完善, 创新要素聚集, 交通区位一流, 且拥有超大规模优势的四川、 重庆、陕西、湖北、河南等地更具优势。 中西部地区产业大转移, 面临着全球产业大转移的直接竞争。 这一次产业转移, 最大的变局在于国际层面, 全球产业大转移的势头有增无减, 事到中西部还是向东南亚国家迁移, 就成了博弈的关键。 任何产业迁移都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 但究竟是市场因素还是非市场的政治, 地缘等因素结果大相径庭。 可以看到, 这一轮产业转移, 一方面是劳动力、 土地等要素成本抬升带来的影响, 这是正常的市场因素。 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各具优势, 然而, 另一方面, 全球地缘格局、 大国经贸博弈带来的影响, 充斥着复杂的政治因素, 产业链安全成了首要考量因素。 近年来, 部分发达国家主动将部分产业 转移到不具强势竞争性的地区, 形成近岸制造, 有岸制造的新格局, 越南、 印度、 墨西哥成了最大受益者。 越南、 印度等地之所以值得重视, 是因为在产业转移上与中西部地区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 劳动力众多, 资源丰富, 基建发达, 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 这也是电子信息、 汽车制造等产业向中西部广泛布局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 随着大基建大投资不断推进, 中西部地区多个省份实现现线通高速、 市市通高铁、 建址市市有机场, 区位优势得到全面重塑。 与此同时, 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推进, 在航空物流、 中欧班列的助力之下, 中西部地区一改内陆腹地的传统局面, 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相比之下, 越南、 印度等国度同样人口庞大, 且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 同时, 他们借助地缘格局的新变化, 享受着两面讨好的利益。 越南尤为突出, 它一方面向中国示好, 试图吸引中国产业向外转移, 主动倡议建设中越高铁等跨国铁路项目。 另一方面, 越南又与欧美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与美国、 欧盟、 东盟以及东亚国家之间, 构建了相对完备的自由贸易网络。 当然, 越南的GDP总量才刚刚超越广西, 出口总额也仅与深圳相仿, 其综合竞争力相对有限。 而印度尽管经济规模更大, 人口数量更多, 但其十字率在主要国家中排名最低, 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不足, 短期内尚不构成太大威胁。 然而, 在产业转移的竞争中, 越南和印度都是不可小觑的对手。 中西部地区要想占据优势, 除了需要国家战略的扶持外, 更需强化自身实力, 苦练内功。 国家战略的倾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能否把握住这一机遇, 对每个中西部省份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或许还会有人问, 产业转移真与战争准备无关吗? 这个问题答案, 或许需要时间来证明,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 一个强大经济实力是国家安全重要保障。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